下个星期六 一场名为马来西亚世界胖小姐和胖猪人选美比赛的活动将会在吉隆坡登场 只不过这场活动从上个星期开始就掀起了一连串的风波 而且不断在发酵 引起争议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24个入围决赛的参赛者当中有10个人是穆斯林 相信就是因为涉及到穆斯林 所以就挑起了伊斯兰党的关注 他们现在是执政党了 上个星期隶属于首相署底下 目前由伊斯兰党领军的伊斯兰宣教基金会 他们就率先表达了不满 基金会的主席纳斯鲁丁他发文告 他说所有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都反对选美 因为这是剥削女性的行为 更代表了享乐主义文化 此外也是伊斯兰党中委的纳斯鲁丁认为 如果让选美比赛进行的话 会让民众误以为首相慕尤丁领导的政府 是正在支持这种不健康的活动 就在伊斯兰党领导的政府单位开第一枪之后 要求主办方取消选美比赛之后 伊斯兰党的其他领袖也加大火力 在踏伐这一场选美比赛 而伊斯兰是直接把选美比赛标签为一种具有罪孽元素的活动 像伊斯党的宣传主任卡玛鲁扎曼他在文告里头就说 我国是一个以马来穆斯林居多的国家 根本不适合举办这种罪恶活动 而且伊斯党相信这场选美比赛也抵触了各个种族和宗教 整个社会都在反对这场比赛 虽然伊党领袖是轮番接力 在炮轰这场选美比赛 不过主办单位是站稳的立场 坚持让比赛照办 他们说选美绝不像伊斯兰党所指控的那样 是一个剥削女性鼓吹响乐的一个活动 相反的主办选美目的是要提高女性的权益 唤醒社会重视女性的地位 主办单位也强调 这个比赛没有设泳装环节 而且他们更着重的是推广大尺码女性的美丽、智慧和自信 好了 尽管主办方这边是驳斥了伊斯兰党领袖的种种指控 但是选美比赛的风波并没有因此落幕 三天前 伊兴团还曾经派人上门跟主办单位对谈 而来到今天 来自伊斯兰党的首相署副部长 他也第一次针对这个选美比赛表达了立场 刚过去的星期三 伊兴团领袖和大马世界胖小姐选美比赛的主办单位 展开了三小时的会面 从主办方在面子书发布的视频显示 双方的交流非常融洽 期间伊兴团也向主办方提交了备忘录 伊兴团秘书指出 根据伊斯兰法规 国内的穆斯林禁止参与任何选美比赛 因此他们反对的是比赛的名字 只有主办方采纳他们的要求 伊兴团将会支持这场比赛 从这场会面来看 伊党的态度好像有所软化 也不再坚持要比赛喊停 不过来到今天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属副部长 阿波玛祖克 在吉兰丹出席活动时 却直接表明反对举行 大马世界胖小姐选美比赛 因为任何违反伊斯兰价值观的行为 都会触怒真主 在刚刚大家看到的回应片段当中 来自伊斯兰党的首相属副部长 阿莫玛祖克 他认为 目前正值新冠病毒肆虐的非常时期 大家都在祈祷 希望疫情能够快点结束 在这个时候 如果举办不符合伊斯兰教规的选美比赛 就会惹怒了真主 招来各种厄运 除了以宗教的角度 试图喊停这个大马战的 世界胖小姐选美比赛 副部长他也说 目前新冠疫情还在持续扩散 大家应该避免群聚 就算主办方遵守防疫SOP 这个比赛还是存在传播病毒的风险 但不管怎样 副部长说 他的部门其实并没有权利来采取行动 而他们已经透过首相属旗下的 伊斯兰宣教基金会 安排和主办方会面 要求他们取消比赛 而不仅仅是展演比赛而已 但是截至目前 主办方那里还没有做出回应 并没有权利来采取行动 并没有权利来采取行动 没法这种 细线其实很復帮助长的 精神 那次 9 соотве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